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看南島 一集的火葬場是一間廟室在經營 說廟室的主持換人 這新古主持賭不賣 他們發到一連帳的手段 就這個法書到辦公室大廠 把他租賣黑白相 這新的主持是疾控 那位主持 吹黑衣人來鬧事 那位主持是疾控新的主持 幫他們軟禁 現在京鳳已經修理報案 開始來調查 當地房子沒辦法發輸 一來到火葬場的辦公室 他就說 報傳冠軍去拿走棟 說說不想什麼 甚至拿掃手 只要公結報傳人員 南島一集火葬場 因為經營廟室的新古主持 到接 他們去一人傳的求婚 只要外出火葬場 就讓黑三人騷擾 現在又團出既主持疾海發書 因為部分家修去廟裡面要寫名定義 走去廟室的辦公室 進去以後他又要來說 要把那個根據的資料塗掉 那我說不行啦 然後就發飆 先把椅子摔進去 摔進去之後就一千人就衝到我位置那裡 就要朝著我要打 不過既主持牌發書表示 新主持的人馬來了後 他就沒作為他 還把既發書軟禁 他們才用這麼年紀錄的手段來控衣 他們的黑社會人 不明人士進來都不用簽名 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他是把我們軟禁在裡面 因為發生這些事情 是新主持想要在七月櫃 在鑑停飛仲町的英文 不夠讓廣府補回 飛仲町經驗看多人 新主持控訴 既主持找黑三人來鬧事 既主持也要控訴 新主持幫他軟禁 目前客戶的警方也已經在調查 想要獲取更多新聞資訊 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動態 趕快訂閱華視 YouTube頻道